原本已經打算睡覺 但看到你們這麼踴躍的留言 先拍這條影片 剛剛我出了一個帖子 我就說我想試一下 配合港女和大陸男 我個人的選擇就是外省龍戶 因為龍戶會給你們香港女生大一點的保障 因為他們會有樓和田地 外省是因為我覺得我接觸城市 還有外省男生 我覺得外省男生真的好很多 會令到我感動 在日常的交往我是外省人 我永遠都是 城市人會比較貼近香港人 那些比較縮骨 可能他們會有機會容易夾到你 但是那種縮骨法 我覺得其實兩方面互補會比較好 但我這個配合是不限於 你喜歡認識一些城市人都可以的 我覺得龍戶的人 香港人可能沒有那麼多見識 但是他們三觀正 單純 誠恨 我覺得這幾件事作為男人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作為一個人 無論是男女 是很重要的 有赤字之心 不要經常跟著計較 還有想起一些東西 讀叔叔 貪男 救私 我覺得如果選擇有趣的人 這幾件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還有我會覺得 是 鬆麥仔做什麼 你聽到鬆麥仔 卡卡卡 好了 我會覺得 有時候跟他們相處 會有一種很感動 覺得這個世界為何還有這些男人 他們那種單純會令我想哭 我不是跟他們拍拖那種 是平時日常的來往 我覺得其實女生很簡單 很多女生都會說 我怕無法配合文化、語言、地域 但我覺得女人本身 我們的性格 我們的自然是 我們很容易遷就別人 你想想說男人 我犯指的那種很惡劣 很多女人都會忍 我甚至結婚的那種會忍一輩子 如果有個男人對你很好 我覺得你們是可以克服很多東西 你們可能遷就他 過去生活 好像有句話很老套 你去哪裏那裏就是我家 其實是真的 我會很想有個願望 就是我希望有多些女生 香港的女生可以 真的試試可以認識其他男人 被人親一下 聽了太多不好的故事 香港幸福 嫁給香港男人是幸福的故事 我沒有在我這一脫的人聽過 這個年代 永遠都是上幾代 我才會聽得到 就好像見鬼 講鬼故 聽 但是我對眼看不到 在我自己這一脫眼發生 我覺得一個真正的男人 就是我繼續到我的身份 就是性格 耿直 還有有承擔 這兩樣東西 我都覺得大陸男人都比較多 是這一種 耿直 就是他們會有那句說那句 大男人 其實大男人是比小男人好多 我真的覺得 是的 那麼有承擔 就是 尤其是外省 尤其是想結婚那些 是的 30歲左右那些 一般他們真的想結婚 他們都會那個 就算他們原本年輕的時候 他們那個糾正能力都很強 就是他們會為了想結婚 想 想娶你 想娶老婆 都會 嘗試去修正他自己 還有他們真的不會批評 我真的從來沒有聽過大陸男人 是會批評他身邊的女人 不會批評我 不會批評他身邊的女生 不會批評他的女朋友 或者他們的前度 這件事是很好 不是假出來的 也不是少數 我認識的所有 是所有大陸男人 我都沒聽過他們會批評女人一句 是的 他們可能私下會 我不知道 但是沒有在我面前說過 我沒有聽過 但是香港男人是你經常經常經常都會不斷地聽到 不滿意自己老婆 嚴止老婆生完仔身材不好 嚴止女朋友空小 可能又是 身材又不好 樣子不漂亮 然後又會不斷地嫌棄 然後又會踩回自己的香港女生 讓香港女生選其他男人 但是 是的 我覺得我們 真的誠實得太多了 還有我覺得這段時間最好的是 我除了多了很多大陸觀眾之外 我會容易一些可以做到這個matching 我會容易一些做到這件事 還有我覺得 這幾個月你們會看到香港人是怎樣 我相信很多香港女生 如果你想結婚 如果你們現在這一刻對你單身 我覺得你們會很擔心 將來究竟可以怎樣選擇一個正常的男人 是吧 政見或者是你的大的價值觀 那樣東西是很重要的 不妨試一下 不是說matching我一定可以包生仔 讓你們選擇一個你們很開心 幸福美滿的一個人 和你度過你一生 但是我記得我很久之前 我的直播我做過matching 那時候是香港對香港的 我記得是 然後我成功match了兩對 他們現在不知道是不是還在拍拖 所以他們拍拖見面 他們都是不認識的 然後出來去街上的照片都有發給我看 那這個matching 我都在想 我現在是一個開頭 現在我都是收集一下你們的基本資料 但是到真的要做的時候 可能我再想一下怎樣去做得完善一點 做得好一點 那有些人就問 那你收不收錢 我想我就算收也不是收女生 我也是收男生 而且等到你們match了 我覺得先去說錢的事情 而不是說 要怎樣分中介公司 就是你們付入會費 然後我付多少女生 你見 不會是這樣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而且女生那裡 我覺得我會 已經有些人選 有些資料附在我身上 都是一些挺好的質素的女生 大部分都是 都是讀了很多書的女生 而且一定不是那些蟑螂 黃絲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女生那裡我反而會查得緊一點 因為如果是香港的話 會經過我的篩選 視頻 我會先了解女生的事情 男生的部分 我覺得 都要了解 但是因為大陸的問題 所以 這個我會容後再想 現在是很初步 我告訴大家 我不會做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的意思是很大的 我覺得不一定要去到結婚生仔 才為之我做這件事有價值 而是 我希望你們認識更多不同的人 我希望香港女生可以 真的可以試試其他地方的男生 我覺得最容易接觸到就是 大陸 是的 語言上 就算你們國語不好 對方不懂廣東話 起碼都可以溝通一下 我相信 其實看我的影片那些大陸人 有個好處就是 因為他們一定會聽廣東話 而且他們會比較了解香港的事情 你不是盲中中的 中去識 隨便一個我的外山人 看我的影片 一定會對香港有些認知 或者會接觸比較多外面的事情 聽得懂我講的廣東話 一定會聽得懂你講的語言 是的 現在不斷意 讀一些他們的留言給你們聽 我覺得很搞笑 開始講自己的背景 她說 男28歲佛山小鄉村戶口單身 第二個 男30歲 江蘇農村 有20畝地 防止400平方米大原子 400平方米就是4000呎 有花園 接著 這個就說 30歲男廣州聶德村農民 這個就沒有說自己有多少身家 接著 這個就有些意見 她說 廣州最有米的 就是附近的農村湖 每年有分紅 拆遷有補償 有些十棟八棟樓 有收租開波子賣送 很多本地女生都侯著 是的 我覺得這些 如果我個人來說 我就不喜歡 因為 其實不是充錢 第一 第二 我也是喜歡 怎麼說 沒那麼成事的男生 可以是成事 可能是 四川成都 或者是 杭州 但不是那些大城市 廣州 上海 北京 我反而一般 是的 我喜歡一些 偏遠一點的地區的人 這個說 大型徵婚現場 他說 我是正宗 農村人 農村戶口 江西九江市都窗 是的 這個也是 輕輕地介紹一下自己 然後這個就說 我表達廣東三線城市 大灣區內 有車有樓 三十歲 顧家 同朋友合法開幾間酒吧 樂隊 鼓手 結他手 個性純品 歡迎選購 喂 開酒吧 又做鼓手 又做結他手 跟個性純品好像有點距離 然後這個 藍 33歲 江西小農村戶口 沒有地 有房 即是沒有那些一某某的 但是有屋 還有台拖拉機 希望坐開逢車的女士 留意一下 是的 其實也很好 有屋子 是的 藍26歲 東莞農村人 農村自建房 工作穩定 嗯 這個也很順盤 這個 我廣西的 中國最少級別的城市 有一套六十多平方的小房子 哈哈 他們六百多尺已經叫小房子了 是的 有一輛入系代步車 父母退休 有退休禁 傳媒公司工作 感覺還能活下去吧 真的 我最喜歡這些男生 這麼謙虛 你試試香港 那裡有男人 有一間六百多尺的房子 然後有一輛車 我想已經覺得 哇 無懈可擊了 可以混進這個世界的女兒 哈哈 然後她說 我是大學人 移民加拿大 四十歲 單身 在甚麼 Calgary 有一百畝養牛 女生不喜歡我 一身牛屎味 所以到現在是單身 啊 好搞笑 然後 男二十九歲 廣東潮山 單身求解笑 嗯 然後有人問剛才 二十畝地的生鏡 這個兒子才可以耕得遠 其實二十畝真的很多 而且如果政府不斷修你三分一 四分一 那你都發了 是的 或者每年給你那個 經濟費 是吧 是的 那 這個是我初步的一個活動 一件想做的事 我也會做到的 我覺得做這件事不是很難的 但是反而是要一些耐性 和這個持續的 因為 我想要去了解兩邊 跟著再配合 跟著再 如何安排你們見面 這些是他的心機 是的 但是這件事我覺得是值得做的 還有我覺得 我很想利用我這個平台 就是 我覺得 最好的地方就是 現在 譬如你在看我的影片的大陸男生 你們是 會了解香港的東西 還有你們會 知道大概香港的女生是怎樣 因為你們都看過我 那我也是很典型的 香港女生的那種風格 那你們又會聽得懂廣東話 又會比較接觸外面的東西 就是不是那些一般 可能有些大陸人 他們是完全不會看外面的東西 只是可能留在他們本身 譬如抖音 或者是 他們國內的那些論壇 那些騰訊 那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都 不錯 是的 我很想把握著這個的好處 那試一下可不可以做到一些東西 去回饋回香港的女生 因為我香港的女生 其實這麼多年 真的受了很多苦 尤其是一些比較厲害 比較 嗯 我覺得為什麼 如果 我有時認識到很多女生 我都會覺得 她們好到這樣 我都會很想娶她們 是的 曾經我遇過很多個女生在香港 我都會覺得她們好到我想娶她 所以我有很多個女人 如果我是男人 我會有很多個女人想娶她 可能一房二房 三房四房 是的 你們明白我說什麼就行了 如果你們再有些 你們個人背景的東西 太細緻 你們就不要寫下面留意 你們可以E-mail給我 就這樣吧 下條片再說吧 拜拜